夏日的曼哈頓街頭摩肩擦肿 還掛著口罩的人寥寥可數 新冠疫情的陰霾看似早已消散 但真的是這樣嗎 目前美國疫情升溫的主要推力 是Omicron亞病疫株1G.5 此外 最近又出現一個新成員 格外以起關注 BA.2.86已經出現在美國 丹麥 以色列等地 它可能是至今為止免疫逃脫力最強的病毒株 就算曾經染疫或打過疫苗 接觸到還是可能確診 好消息是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 BA.2.86會導致更嚴重的症狀 無論是哪種變異株 哪種病毒都要當自己的健康守門員 專家建議65歲以上長者 糖尿病 心臟病等慢性疾病族群 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 N95口罩戴回臉上 此外 儘管推出的疫苗並非針對BA.2.86 最起碼給了基本保護 專家鼓勵民眾替自己的免疫力來個升級 生活才不會再被病毒強迫暫停 大愛新聞 邱凱文編譯 大愛新聞 邱凱文編譯 大愛新聞 邱凱文編譯